大家好,我是香港PASC, 師傅城 所以給了一年時間,自己是放下所有工作 前一份工作,然後靠PASC重頭去維持我的生計 除了在香港之外,我也去了歐洲三個月 到了這些大城市的時候,其實也會服了很多新的動作 有很多配合音樂的動作 可能有時會用一些快速度的動作 去和一些觀眾有個交流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新的補練方式 一些沒有人的公園的場景 但是可能每個人員都會覺得 因為這個地方是不給踢球的 所以無論有人如無人都好 你靜靜的人都好 所以他們會出來圈遇或者趕你 香港那裏有一個類似藝術中心 但其實本身藝術中心是一個畫廊 裡面可能會放一些藝術的擺錢 但他們也沒有說因為放了這些東西 而令到說,我好,我不讓你在這裡踢球 或者不讓你去跳舞,因為怕你弄爛 因為他們會覺得藝術本身是有人去發揮出來的 台灣有一個很大隻的編劉哥叫我 我看過你的編劉哥,你編劉很厲害 我告訴你,我給點東西看 我以為給點什麼看 原來他給他一些比賽的編劉哥看 是他比賽的編劉 原來他說是花西遊船的 他除了給編劉哥看之後 還實力示範了幾招 鎖劉哥看 其實也挺痛的 因為他也挺蠢 他跟我比較有熟練 我的目標是 會放在世界會的資格賽 未來12月 這個亞洲賽 可以最少附席 入到十五強 可以贏到這個外卡 代表香港可以參加這個世界盃